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以后 分开了 不能在一块生活了 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爱你了 我不忍心你了 知道吗 知道 以后 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的 带你出去旅游 只要有时间了就去接你放学 还是跟你开家长会 你看 这本书你还记不记得 妈妈以前总给你独担 这里面有一个男孩子 他爸爸妈妈也离婚了 他过得也挺快乐的 是不是 妈妈希望你跟他一样 每天都快快乐乐的 我们 会更加珍惜跟你在一起的日子 陪着你一起长大 陪着你一起长大 好 好 好